大家好,歡迎來到希似研究學會,我是阿C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歌就是阿Jer的新歌《離別的規矩》 這首歌是阿Jer的第八首單曲 再一次由物語系列和狂人系列的同一個班底創作 由吳林峰作曲、小黑填詞、卡叔叔編曲和監製 這次阿Jer終於不用像以往那樣揭絲底膩 而是為大家唱一首《慢情歌》 我本身都很期待,因為我開始喜歡阿Jer 都是因為他唱的慢歌cover 例如《茫茫花》、《銀發白》等等 而這次《離別的規矩》我都是如常地一聽就愛上 這首歌是講述人的離別情緒 無論是失戀,還是好像最近香港人經常面對的分離狀態 這首歌就好像給我們一些位置 去重新反思和感受離別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這首歌給我的感覺是很有詩意的 歌曲是有中樂元素 而歌詞就好像一首很有異景的詩 歌詞出現了多種大自然的元素 包括山、水、風、花等等 去描述歌者和女朋友感情破裂之後 和女朋友先後離開他們兩個一起住過的倭居 最初只是看這首歌的封面 以為是個女生離開了歌者 即是阿Jer 但當我細心看歌詞之後 就發現其實歌詞是分了三個階段 是描醒你離開之後 她即是這個女生 自己一個是窩居的心理變化 到最後她決定離開窩居 去學習離別的規矩 真正去感受離別 接納離別 最後放下離別 這首歌的MV也是拍得很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導演是有刻意用燈光和顏色配搭 去配合故事變化 而MV的開頭是以癡呆症為點題 帶出MV故事裏面的女主角是有病的 也成為她們兩個關係決裂的重要契機 而且似乎是有刻意為第二和第三幕曲埋下伏線 今天會和大家集中欣賞這份詞 再說多一點這個MV給我的感覺 好 我們馬上開始了 她推開那一線窗 想推翻世間信仰 推開和推翻在意思上是有關聯的 而我很喜歡窗是這首歌的異象 窗本來和門是類似的 都可以比喻為人困在自己心飛 還是打開心飛的開和合的異象 但窗是比較隱闊一些 可以隱闊地比喻人的心態轉變 她想推翻世間信仰 即是期待改變 但你呢 你怕望曾經深信的愛 可回復正常 你就希望一切都回復正常 不求改變 即是你和她已經踏上分歧了 之後那段寫得很有畫面 她苦手轉身背光 她在窗邊輕輕低頭 然後轉身 光從她背後散落 成為背光 影子相接 共成長 她在地上的影和你的影相接 共成長 即是象徵著 她們兩個對分離的態度 都尚算豁達的 就算關係改變了 都是良好的改變 漁蜜遍地 展影多美 影就像漁蜜那樣灑在地上 渴望你 湧盡壞女 欣賞 影是幻影 是捉不住的 我所理解就是 因為現在人離開了 就像地上的影一樣 只剩下好像幻影一樣的回憶 希望你也可以把這些回憶抱入壞女 好好去保存這些回憶 而漁蜜是有盛餘的意思 歌詞裏面還有很多有完結意思的用字 包括以下這句 最後當曙光而消退 最後當槍滲透入來的曙光都消退了 即是象徵著這段關係要完結了 來到富哥 他看著你離開者無崖窩居 他看著你離開了你們的居所 窩居和無崖成為了對比 窩居雖然很小 但因為當中充滿回憶 所以私益無崖 就會令人不斷周旋在無盡的屍海裏面 就算你走多遠 他的心仍然是離不去 仍然是未想離開這個居所 未想放下你的 他的心和心 就算願意跟隨你 但最後他都要決定放手 因為這是離別的規矩 這是離別的法則和程序 分離是人生的必經階段 我們就是要去接受和感受離別 然後去學習放下 離開者玲瓏窩居 就算走多遠 仍然是會心碎的 攀過遠山 念旁是水 那這些念上面的水究竟是甚麼來的呢 風裡飄過 遺憾眼淚 面上留著的是遺憾眼淚 嘩 寫得好美 好有畫面 來到第二段的主歌 他關好那一線槍 為甚麼無端端他要關槍呢 因為這一刻下雨了 雨下旋逢 緩和痛仰 一場雨就會令人沉澱 暫時緩和痛楚的感覺 突然之間在玻璃窗上 看到有一張傻臉 再看清楚些 原來是連夜雨影襯出來的異象 即是這個女生在回憶過去 最後 當雨聲變祝福句 之前就是當處光已消退 現在的雨聲都變成了祝福句 即是說她的心情開始明朗化 是開始踏入分離的第二個階段 將傷痛沉澱 然後就重複了富哥 忍痛讓那合照刪除 永未變遷 是人後的刪水 感情會變 世事都是會變 但唯一好像永遠都不會改變的 是人身後的刪水 那座山仍然是核立不倒 風景仍然是這麼美好 只不過是這一刻你的感情缺失 令你忽略了 忘記了 世界依然是這麼美好 在這裡等著你 走回去正軌 山也似山 水仍是水 這句歌詞 小花應該引用了紫月錄裏面的 見山是山 見山不是山 見山還是山 這句話交代了人的三個境界 第一個境界就是見山是山 這個狀態就是當人入世未深 很多時候就會直接相信眼前所見到的東西 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 是沒有經過深入反思和自我質問的 第二個階段就是見山不是山 人開始對眼前所見到的東西覺得很疑惑 對事情進行推敲和反思 開始質疑眼前事物的真假 第三個階段就是見山還是山 就是人經過思考批判之後透徹明白事物的本質 所以見山還是山 是對事物的誤透 我會理解歌詞中提到的 山也似山 水仍是水 其實是你 或者歌姐對這個女生的勸勉 也正正因為她已經逐步看透 就好像逐步由第二個階段 進入第三個階段一樣 風已吹過 遺憾會漸退 風吹過 象徵著時間的過去 遺憾就會逐漸減退 這裡就是回應之前所提到的遺憾眼淚 現在遺憾是随風和時間逐漸減退 然後來到轉折段 長滑闊 淪陷了 空間粉碎 遺憾了 亂發一堆 分開之後 這個空間就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所謂空間的實際尺寸都好像崩壞了 回憶就好像幻象一樣 可以確實證實過去的確存在的 就只有眼前這一堆亂發 來到最後一段副歌 她讀過 離開者 無人窩居 讀過 和無人窩居 可以表現出這間屋 只剩下這個女生一個人 而最後她終於離開這個屬於回憶的窩居 繼續很有畫面的歌詞 她在群山裡 回眸 即是回頭望 想起窗邊 你最愛的花 花仍然盛放 但她已經用眼淚去代替 這本花好像象徵著你們的感情 她不再投放精神去栽種 去蕭水 而是用眼淚去告別她 最後兩段歌詞都很簡潔 表達出她面對這段感情 已經開始豁達了 她始終想你好 亦祈求 心裡安寧 名謝故居中 同度過的 愛女 很溫柔地變出一種釋懷 聽到最後的確會令人很感觸 就好像是分離過後 心靈逐步康復的會心微笑 好了 歌詞上色部分就來到這裡 這首歌的MV 都很有心思 除了片頭一開始交代故事 和病有關之外 MV的燈光和色調 都隨著女主角的病情 越來越嚴重 而變得暗淡 由溫暖的黃色調 逐漸變成暗灰的藍色調 而MV的開頭去到中段 一直都是以日光為主 甚至去到他們兩個爭執的場口 阿Jer離開房子的時候 她開門都會看到外面是陽光普照 室內和室外的燈光 永遠是有強烈的對比 但是房子的窗簾 永遠都是拉近的 就好像象徵著他們的心情和關係 是不明朗的 是有屈結的 而去到MV的中段 會看到阿Jer在栽種一盆 好像太陽花的花 似乎是象徵著她抱有希望的 但是同時的女主角 就在玩藥丸 不想吃藥去控制病情 其實是象徵著她逐漸步入絕望 是她們兩個的分歧 正好對應歌詞的開端部分 對應歌詞裡所說的無人窩居 女主角就自己一個人 在房子裡看錄影片段 這個時候她想起的 全部都是一些不愉快的畫面 可以看到這些不愉快的片段 其實在MV的開頭是出現過的 但是在MV開頭出現的畫面 是剛剛相反的 是一些本來愉快的回憶 相信是因為女主角的病情 越來越嚴重 將本來愉快的回憶 都被她想成是一些不愉快的回憶 最後她自己離開了房子 開門出去的時候 看到外面是天黑 再沒有陽光了 最後那盆好像太陽花的花 是膚死了 象徵著愛情的完結 而我相信這個MV應該是有部分設定 是回應自拍來的第二和第三部曲的 包括這一盆花 好 那就講一講這首歌給我的感覺 歌詞裡不斷出現Walker這個字 都令我想起香港 而在歌詞最後那段提到的 你最愛的花 我是有想起這一棵花 是陽子經來的 雖然這一棵花仍然盛放 但她已經決定了用眼淚去代替蕭水 離開這個地方 留下告別的眼淚 所以很感謝離別的規矩的創作團隊 無論我們是面對怎樣的分離 這首都是一首很治癒的歌 讓香港人去感受分離 然後從分離中釋放感受 記得我之前在《吸香港人》這三首歌的影片裡 都跟大家探討過分離這件事 當時我提過分離之所以這麼痛苦 是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把分離這個步驟看得太重了 但其實有罪就有散 有散才會再有罪的 正如有些人在機場送機的時候 總是會忍不住難捨難離 淚流滿面 但有些人在分離之前 根本是沒有好好珍惜相處的時間 所以我從來都是覺得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最重要是珍惜 當對方仍在身邊的時候 好好相處過已經很足夠了 到分離的時候 亦都可以無悔去感受分離 然後去接受分離 到最後從離別中成長 學習豁達去面對人世間的悲歡離合 這個其實都是成長的一部分 好了 今天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我都會和大家一樣 很期待下一部曲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